哈喽大家好我是龙儿 这情片来讲 五指转生第二季第三集 快速进展 我会补充小说的剧情与细节 还有被动画删去的沙拉内心描写 那让我们开始吧 本集改编自小说第七卷五六话内容 讲述鲁迪跟沙拉约会 以及发现自己小弟出问题后 跑去治疗的故事 自从鲁迪救了沙拉之后 两人的感情变得越来越好 和Counter Arrow一起接委托的次数也变多了 随着两人关系的贴近 沙拉告诉了鲁迪自己的身世 他出生于阿斯拉王国的米尔波兹领地 父母都是猎人 因为从小就接触弓箭 练成了现在的技术 十岁时 村子遭到魔物袭击 导致双亲过世 变成孤儿的他 被前去讨伐魔物的苏珊娜收留 而Counter Arrow就是由那场讨伐委托中 幸存下来的冒险者所组成的队伍 回到正题 沙拉因为短肩坏了 邀请鲁迪陪他一起去选 看着苏珊娜露出微笑 调侃着两人 鲁迪才意识到 原来沙拉是在邀请自己去约会 看着沙拉的打扮 虽然称不上是时髦 但能看出非常用心 因为在冒险者中 很少有人会花钱买多余的衣服 沙拉用心打扮的模样 让鲁迪觉得非常可爱 两人选了一间名为利美特的商店 这是一间非常热门的商店 有很多来自阿斯拉王国的商品 鲁迪之前坐的马车上在的 就是这家店进口的商品 之后两人来到了酒馆休息 借着酒精的催化 沙拉扣在了鲁迪的身上 体温从肩膀传来 鲁迪慢慢搂住了沙拉的腰 心想 今天能摸到这个腰 就已经很满足了 沙拉却更进一步 把手放在了鲁迪的手上 用微微湿润的眼神 看着鲁迪 两人互相叫了对方的名字 心想 是时候该忘记爱丽丝展开一段闲恋情了 上把的声音在鲁迪的心中响起 本来还有点犹豫的内心坚定了下来 沙拉提出要去鲁迪的房间 并搂住了鲁迪 一路上柔软的触感让鲁迪沉醉其中 虽然又出现奇怪的感觉 不过手臂上的柔软 让她逐渐忘了这件事 回到旅社 老板看到鲁迪 还给了一瓶酒帮她加油 而这瓶酒在之后真的帮到了鲁迪 到了房间 沙拉自动脱下外套 呼唤鲁迪 本来还想再跟沙拉聊聊 但看着对方这么主动 像是被吸过去一样 坐到了她的旁边 两人肩并着肩 距离非常近 仿佛能听到对方的心跳 四目相对 得到沙拉的同意后 鲁迪发起了进攻 正当我们和鲁迪一样 期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时 那件事却没发生 至今为止的不对劲终于解开了 多次该站出来帮忙的伙伴 陪伴了自己将近60年的伙伴 如今却怎么也不肯动一下 尽管沙拉有着美丽的外表 和脚好的身材 也没有发生胯下 长着不该出现之物的可怕情况 但是鲁迪却举不起来 之后尽管两人尝试了许多方法 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鲁迪坐在床上脑袋里乱成一团 伙伴的阵亡让他非常错愕 无数的疑问充满着鲁迪的内心 沙拉打破了宁静 穿好衣服站在门口告诉鲁迪 前面做的那些都只是义务 是因为被救才会想偿还这个人情 临走前还补了一句倒霉透顶 这句话成为了压垮鲁迪的最后一根稻草 留下了无处又不知所措的鲁迪 想到爱丽丝的离开 是不是也是不情愿与自己结合 以后是不是都会一直如此 想到这里一阵寒意袭来 这是来自鲁迪内心的寒意 不管穿多少衣服依旧感到寒冷 而老板送给她的烈酒 成功帮助到鲁迪暂时抵御了内心的寒冷 这里来说一下沙拉的想法 因为不敢向鲁迪告白 所以沙拉想借由这次约会走到最后一步 结合后再向鲁迪表露心意 正因如此沙拉才会大受打击 明明鲁迪看起来对自己也有好感 但是她却觉得自己身体没有魅力 这让沙拉内心非常受挫 但她当时并没有发现 其实鲁迪自己也很震惊 沙拉光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内心 逃出来就用尽了全力 一瓶不够的鲁迪到了酒馆继续喝 鲁迪对着老板咆哮 要她拿出更多的酒 这种感觉让她回想起转生前的自己 之前也是像这样对着父母咆哮 到头来转生到了异世界 还是重复着相同的行为 想到这里鲁迪的内心更加低落了 喝到一半突然传来了既熟悉又讨厌的声音 佐尔达特坐到了鲁迪的隔壁 一如既往的找鲁迪麻烦 失落的心情再加上酒精的催化 鲁迪一拳打在了佐尔达特的脸上 一直以来的委屈于不甘 如同泄洪般倾斜而出 一拳拳结实的落在了佐尔达特的脸上 然而佐尔达特并没有还手 大家都投来了傻眼的目光 佐尔达特自己也被鲁迪吓到 没想到眼前这个一直被自己造叉的少年 会突然崩溃 再加上周围的目光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造叉惹的祸 情急之下安慰起了鲁迪 在听闻鲁迪的遭遇后 决定帮他治好疾病 于是两人来到了罗森堡的娱乐地区 鲁迪是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 内心非常兴奋 不过他的伙伴依旧无动于衷 在佐尔达特的带领下 来到了最高级的店 蔷薇盛开之馆 看着他的背影 鲁迪理解了为什么他可以当上队长 那是让人能够信赖产生安全感的背影 与廉价的不同 这里各个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高手 鲁迪选了一个看起来有点像爱丽丝的女性 爱丽杰 之后鲁迪被送往了浴室 两名少女把鲁迪全身上下刷得情节溜溜 鲁迪胆战心惊地打开房门 开始治疗他的伙伴 不过我们期待的事情还是没有发生 包括特别服务在内 尽管爱丽杰使出了浑身解数 鲁迪的伙伴仍然没有恢复活力 爱丽杰陪着鲁迪走出来 图中看到了之前帮忙治疗过的小女孩 那是爱丽杰的妹妹 也是因为要感谢鲁迪 爱丽杰才会加一些本来没有的服务 得知鲁迪还是没有治好 佐尔达特陪着鲁迪喝到了天亮 之后爱丽杰扶着摇摇晃晃的两人 走到了娱乐区的出口 分别时鲁迪还揉了揉爱丽杰的胸部 他也亲了鲁迪的脸颊与他们道别 体验过爱丽杰的美好 最熏熏的鲁迪自然地拿他与莎拉比较 说了一堆批评莎拉的话 而这些都被站在远方的莎拉停得一清二楚 原本担心的表情转为愤怒 巴掌声响测了整个娱乐区 而一旁的苏珊娜也露出了严厉的表情 跟着莎拉一起离开了 鲁迪想到之后一定还会在工会遇到 到时候他们也会变成之前 佐尔达特对待自己的态度 天天陪笑辛苦经营一年的人际关系就这么毁了 所有的努力全部白费 心中突然冒出想结束一切的念头 拔出匕首准备结束自己的性命 被佐尔达特及时制止 看着已经绝望的鲁迪 佐尔达特提议要鲁迪跟着他们一起攻略迷宫 看着佐尔达特坚定的眼神 发现自己其实一直都误会了佐尔达特 一直用第一印象来断定他 但他只是嘴巴堵了点 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人 没地方去的鲁迪决定跟着佐尔达特踏上旅途 并在心中下定决心 再也不会依赖单一一个队伍 讲完了鲁迪我们来看看沙拉 发现鲁迪对自己没有兴趣 哭着在旅舍过了一晚 之后才决定要加把劲攻略鲁迪 可是隔天到了约定的集合地点 鲁迪却没有到场 担心鲁迪遇到了危险 到处寻找 最后在娱乐区的门口发现了被爱丽杰亲吻的鲁迪 听到他说的话之后 心中得出了一个结论 鲁迪昨晚肯定和佐尔达特去找爱丽杰循环作乐 还嘲笑自己身材寒酸不值得出手 可是这些都只是沙拉的被害妄想 冷静下来与队长和苏珊娜讨论过后 决定再回去和鲁迪好好商量 但却发现鲁迪不见了踪影 跑遍了整个城镇 最后到了娱乐区碰到了爱丽杰 他认出了沙拉 一想到妹妹的救命恩人变成那副绝望的模样 爱丽杰就忍不住谴责沙拉 告诉他鲁迪的疾病 并训斥他没有发现鲁迪的异常 得知这个惊人的事情 沙拉拖着狼狈的身体回到旅馆 听到鲁迪离开的消息倒在床上 他不敢追上去找鲁迪 怕鲁迪不接受自己的道歉 非常后悔自己竟然让鲁迪再次碰到了以前的伤口 难过的沙拉在床上缩成了一团 伤心到无法动弹 直到黎明的阳光从窗口洒了进来 沙拉才起身理解到自己已经被鲁迪摔了 这场恋情已经结束了 望向窗外心想 要是能再遇见鲁迪 自己一定要向他好好道歉 好的以上就是这次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影片有错误或者补充 欢迎在下方留言 喜欢记得订阅按赞 我是龙儿 我们下期再见